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将听取金融市场汇报就是 A股大反弹 梅西最新回应 没受伤但不舒服 撤职 借聘 华中农大通报教师黄飞若学术不端等问题 分析师表示 向家庭提供现金支付可以缓解中国的通俗困境 诱补时尚网红丈夫的内幕交易调查 中国在最近的紧张局势中帮助菲律宾阻止对马克思的网络攻击 泰勒斯维夫特歇斯底里的意义 亚洲矿产出口国面临艰难时期 因为中国需求疲软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将听取金融市场汇报就是 A股大反弹 综合新闻 彭博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听取中国监管机构 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 彭博社引述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报道 以中国证监会为首的监管机构 计划最快星期二 2月6日向中国最高领导层 汇报市场情况和最新政策举措 会议时间有可能会更改 报道称 目前不清楚通过这场会议 是否会出台任何新的支持措施 彭博社认为 这场会议凸显了中国希望扶持股市的紧迫性 消息人士称 过去几个月 相关部门夜以继日地制定市场救援措施 中国证监会在周末加班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过去两个月 也召开了至少十几次会议 讨论稳定资本市场课题 继誓言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后 证监会星期二宣布 暂停新增转龙券规模 以现转龙券余额为上限 暂停新增证券公司转龙券规模 存量逐步了结 中央汇金公司同日宣布 以扩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增持范围 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 扩大增持规模 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证监会对此说 将继续协调引导公募基金 私募基金 证券公司 社保基金 保险机构 年金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 更大力度入市 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 加大回购增持力度 为A股市场引入更多增量资金 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行 中国A股星期二全面反弹 截至收盘 上证终值涨3.23% 深圳城值涨6.22% 创业版纸涨6.71% 两市于3800支个股上涨 超白股涨停 于600支个股涨超9% 撤职 借聘 华中农大通报教师黄飞若 学术不端等问题 综合新闻 2月6日 华中农业大学 就11名硕博生 公开联合举报教授 学术不端发布情况通报 调查认定教师黄飞若存在 论文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图片 不当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 且指导学生失职失责 言语不当 敷衍教学 华中农业大学宣布 将撤销黄飞若校内一切职务 解除聘用合同 据媒体财新此前报道 2024年1月16日下午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 黄飞若教授课题组 共11位博士 硕士研究生对黄飞若 进行联合实名举报 并在微博 知乎等平台公开125页举报材料 指控黄飞若及其指导的两位博后 涉及逼迫学生篡改数据 编造实验结果 大量伪造数据 抄袭 不当署名 掠夺学生学术成果等 在内的学术不端行为 梅西最新回应 没受伤 但不舒服 综合新闻 曼阿密国际2月4日 赴香港特区参加表演赛 球王梅西没有出场 并拒绝发言互动 引发大量球迷不满 在争议甚嚣尘上之时 梅西方面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对该事件做出回应 2月5日傍晚 梅西已经随曼阿密国际 抵达亚洲型的下一站日本东京 抵达时 梅西对欢迎的球迷 微笑打招呼质疑 据香港星岛网报道 2月6日在日本东京 出席赛前记者会时 梅西首次对 未能在香港上场踢球 做出回应 我真的很不走运 在沙特阿拉伯的第一场比赛中 我的内收机感到不适 我检查了身体状况 做了核磁共振 显示没有受伤 但我还是感觉很不舒服 在香港 很多人来到现场 我想踢 但不幸的是 情况变得困难 这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希望我能再有机会 在香港踢球 同时梅西还表示 很高兴能跟随 迈阿密国际队来到日本 我想在日本踢场精彩的比赛 我今天会在训练中 检验下自己的状态 不知道明天能否上场 针对2月4日 迈阿密国际表演赛 梅西缺阵事件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及香港体育协会 及澳委会副会长霍启刚 6日相继发声 李家超6日表示 对于梅西未能如公众期望 参赛极度失望 特区政府仍然要求主办单位 做好事件解说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 会敦促主办单位 积极回应购票入场球迷的诉求 并针对该事件 做好详细交代 普发银行不发年终奖 发一封家书 综合新闻 2月6日 普发银行不发年终奖 发一封家书 这一话题冲上热搜 引起网友热议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 普发银行所有分行 年终奖化为一封家书 据悉 该行采取了基本工资 加年终奖的模式 普通员工的年收入 主要依赖于年终奖 这意味着整年的努力 只能换来一封家书 对此 有网友表示 家书抵万金薪结 银行业也这么难吗 分析师表示 向家庭提供现金支付 可以缓解中国的通缩困境 南华早报 研究人员警告称 中国需求缺乏刺激 可能导致通缩 并对该国经济 施加进一步压力 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 如果没有鼓励消费的措施 消费者可能会减少购买 导致商家降低价格 收入不足以扩大业务 这种循环可能给整个经济 增加通缩压力 中国官员今年的经济增长 目标为5%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只有4.6% 右补时尚网红丈夫的内幕交易调查 彭博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和司法部正在调查时尚品牌 Something Navy创始人 Ariel Charnas的丈夫布兰登 查纳斯Brandon Charnas的内幕交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 Charnas利用有关Staples 经购竞争对手Office Depot的非公开信息 赚取了38万5千美元 他和其他9人 包括一名对冲基金经理 一名房地产开发商 和一家女性时尚品牌的前负责人 都卷入了内幕交易调查 中国在最近的紧张局势中 帮助菲律宾阻止对马克思的网络攻击 南华早报 菲律宾成功抵御了 针对马克思总统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和其他政府机构网站的 复杂网络攻击 黑客从去年开始发动攻击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以确定攻击者是否来自中国 攻击者使用了来自 CNC.NET的多个IP地址 这些地址位于中国境内 然而 菲律宾需要中国的帮助 来确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肇事者 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 北京方面没有参与这些攻击 并且反对并打击在中国境内 或利用中国基础设施 进行的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 和其他非法活动 泰勒斯维夫特歇斯底里的意义 经济学人 围绕名人及其参与政治计划的阴谋论 在美国文化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些理论通常涉及声称 明星关系是假的 或者名人被暗杀或被克隆人取代 粉丝的狂热奉献和美国政治的极端两极分化 促成了这些阴谋论的流行 此外 真人秀明星转为总统的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崛起 进一步模糊了政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 助长了阴谋论和对艺人的不信任 亚洲矿产出口国面临艰难时期 因为中国需求疲软 南华早报 恒大清算后 中国的房地产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世界领先金属生产商 对原材料需求放缓的担忧 并给亚太地区的供应商带来了压力 中国占全球金属生产矿产需求的一半以上 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是推动钢铁 铜和铝等产品需求的两个最大领域 华为平板电脑在2023年出货量增长 逆势全球下滑 南华早报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ist的数据 华为平板电脑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几乎翻了一番 这家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 在该季度出货量超过280万台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 IDC估计的出货量也差不多 但增长率为21% 尽管出货量有所增加 但整体平板电脑市场出现了下滑 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同比下降了17% 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下降幅度 华为的增长是个例外 该公司逆势增长 全年增长率达到32% 拜登连续第二年跳过超级晚采访 这是更大媒体策略的一部分 CNN 白宫表示 乔·拜登总统将不参加超级晚前的采访 这是他连续第二年拒绝与全国最大的现场观众直接交流的机会 一位白宫官员强调 这次采访的价值已经下降 因为他已经从一个更轻松的媒体机会转变为一个以政治为重点的事物 一位拜登竞选团队的官员表示 我们变得不那么传统 因为越来越少的人从传统媒体获取新闻 拜登一直在努力与在TikTok和YouTube等平台上 创作内容的网络影响者建立联系 向他们介绍重要事件 并有时邀请他们来白宫 台湾以空军基地跑道为目标 进行升级 以保持喷气式飞机受到攻击 南华早报 台湾已拨款超过2000万美元 用于扩建其主要空军基地之一 花莲空军基地的跑道 以寻求防御来自中国的潜在攻击 跑道将从45至50米 拓宽至60米 以使其在人民解放军导弹袭击时 更具弹性 其他7个空军基地的跑道也将拓宽 此举正值中国加强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之际 参议院边境协议已经失败 华盛顿邮报 共和党参议员计划阻止参议院边境协议的 关键程序性投票 几乎终结了该措施的前景 现在的问题是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 舒默 DNY 很可能仍然在周三进行投票 迫使共和党人 投票反对该协议 因为他们要求边境条款 以安抚右翼 而右翼要求 在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 保护边境之前 进行美国边境政策变革 参议院共和党人 将于今天再次会面 讨论下一步计划 参议员詹姆斯 兰克福德 而奥克拉和马州 克里斯 墨菲 D 康涅迪格州 和基尔斯腾 西内玛 亚利桑那州之间的谈判 遭遇了延误 错误信息 和共和党基础的激烈反对 导致失败的环境 在协议文本发布不到24小时后 近一半的共和党议员 立即批评了他 导致内部互相指责 沮丧和抵抗 到目前为止 一直保持沉默的参议员 谴责了这种草率的判断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 政治局势变得十分微妙 右翼媒体在协议文本发布前数周 就对该法案进行了猛烈抨击 一些人希望托马斯大法官 跳过特朗普的投票案 他不打算这样做 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 托马斯·克拉伦斯·克拉伦斯 正面临回避案件的呼吁 该案件将审查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是否可以出现在 全国2024年的初选选票上 该案源于科罗拉多州 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 即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 袭击国会大厦之前和期间 参与了叛乱 因此根据第14修正案 被取消参选资格 民主党人和法院透明度倡导者 对托马斯在这起案件 和其他相关案件中的公正性 表示担忧 因为他的妻子弗吉尼亚·金尼 托马斯参与了推翻 2020年选举结果的运动 此案将是对最高法院 最近发布的行为准则 和回避指南的考验 回避的决定取决于个别法官 在高等法院 回避很少见 因为没有其他法官 可以填补缺席的法官 托马斯尚未回避此案 法院也没有表示他会缺席 卡里·莱克·凯利·雷克 泄露的录音导致亚利桑那州共和党 出现信任问题 华盛顿邮报 当卡里·莱克·凯利·雷克 与共和党信徒交谈时 他已经习惯了欢呼和奉唱 但是 当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候选人 上个月底向数百名该州共和党最忠诚的活动家发表讲话时 他被虚声如此之大 以至于声音穿过一个巨大的教堂的礼堂进入大厅 对于莱克来说 这是一个陌生的问候 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选举否认者和前当地电视主播 就在一年前 他受到了同样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的人群的热烈欢迎 然而 这表明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不信任 因为莱克和他的盟友似乎已经转向了一种最喜欢的强硬策略录制对话 然后公开泄露反对该党自己的一个 虚声想起后几天 他去年与时任州党主席杰夫 德威特·杰弗·德威特的秘密谈话录音被公开 在他们的讨论中 德威特说 重要的人不希望莱克竞选参议员 定想知道他是否会考虑转而使用公司工资单 莱克告诉他 他不会被收买 并公开将这个提议作为贿赂的证据 莱克承认他录制了录音 他说他没有泄露他 但一个可以访问他的人 我认识的人 做到了 第十四修正案 对特朗普是否可以参加选票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正在考虑涉及唐纳德 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参加总统投票资格的案件 这两个州的官员都裁定 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参与叛乱 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 最高法院将审查科罗拉多州的决定 口头辩论定于周四进行 文章讨论了争论的焦点 包括特朗普的回应 科罗拉多州法院的裁决 以及过去的案件可能会影响最高法院的裁决 该案的结果可能对2024年的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拜登关闭边境的旅程铺满了政治断层线 华盛顿邮报 拜登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移民法案 其中包括为估计有1100万无证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三年后超过600万人在边境被捕 拜登正在倡导一项截然不同的立法提案 该提案直接倾向于边境执法 并排除任何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再加上他上个月出任意料的断言 他准备立即关闭边境 总统对他所谓的几十年来最艰难和最公平的边境改革的拥护 说明了移民如何推动了他总统任期内最戏剧性的政治演变 以至于他现在正在呼应他的前任唐纳德 特朗普的边境封锁言论 盟友们说 在拜登转变的背后 人们意识到移民已成为他最大的弱点之一 边境混乱的画面阻碍了他的总统任期 压低了他的民调数据 并威胁要挫败他的连任竞选 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 在特朗普审判前考虑1月6日陪审团偏见的指控 华盛顿邮报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将辩论华盛顿特区的陪审员是否对被指控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万期间犯下罪行的个人有偏见 这场辩论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有关 他面临与颠覆2020年大选有关的联邦指控 并计划要求改变审判地点 上诉来自前纽约警察局官员托马斯 维波斯特Thomas Webster 他因在骚万期间袭击华盛顿特区警官而被判处10年徒刑 维波斯特便称 由于媒体报道 他们自己在1月6日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政治倾向 华盛顿特区的陪审员对他有偏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Ryu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吧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通缩困境 研究人员警告说 中国的需求缺乏刺激可能导致通缩 进而对经济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鼓励消费的措施 消费者可能会减少购买 这将导致商家降低价格 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通缩压力 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产生了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4.6% 低于政府的目标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一个内幕交易调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 正在调查时尚品牌 Something Navy创始人 Ariel Charnas的丈夫 Brandon Charnas的内幕交易 据称Charnas利用有关进购竞争对手 Office Depot的非公开信息 赚取了38万5千美元 这表明内幕交易在金融市场中 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需要加强监管和打击 然后让我们谈谈中国帮助菲律宾 阻止对马克思的网络攻击 菲律宾成功抵御了针对马克思总统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其他政府机构网站的 复杂网络攻击 这些攻击始于去年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以确定攻击者是否来自中国 攻击者使用了来自cnc.net的多个IP地址 这些地址位于中国境内 虽然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 中国没有参与这些攻击 并且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和其他非法活动 但菲律宾仍然需要中国的帮助 来确定真正的肇事者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泰勒斯维夫特的意义 近年来 关于名人参与政治活动的阴谋论 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些理论通常涉及声称 明星关系是假的 或者名人被暗杀或被克隆人取代 这些阴谋论的流行 得益于粉丝的狂热奉献 和美国政治的极端两极分化 此外 前真人秀明星唐纳德 特朗普的崛起 进一步模糊了政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 助长了阴谋论和对艺人的不信任 再来 我们谈谈亚洲矿产出口国面临的困境 中国房地产困境 对世界领先金属生产商 对原材料需求放缓 带来了压力 对亚太地区的供应商造成了困扰 中国占全球金属生产矿产需求的一半以上 房地产行业和基础设施是推动钢铁铜和铝等产品需求的两个最大领域 接下来 我们谈谈华为平板电脑的市场情况 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ist的数据显示 华为平板电脑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增长迅猛 几乎翻了一番 华为在该季度的出货量超过280万台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 尽管整体平板电脑市场出现了下滑 但华为逆势增长 全年增长率达到32%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拜登绕过超级晚的问题 白宫表示 拜登将不参加超级晚前的采访 这是他连续第二年 拒绝与全国最大的现场观众直接交流的机会 白宫官员表示 这次采访的价值已经下降 因为他已经从一个更轻松的媒体机会 转变为一个以政治为重点的事物 拜登团队的官员表示 我们变得不那么传统 因为越来越少的人从传统媒体获取新闻 拜登一直在努力与在TikTok和YouTube等平台上 创作内容的网络影响者建立联系 向他们介绍重要事件 并有时邀请他们来白宫 最后 让我们 看谈一些国际新闻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安大略省伦敦市警察局长 向一名声称遭到加拿大2018年世界青少年驱棍球队成员性侵犯的女子道歉 这起案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并对警方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质疑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一起来做总结吧 今天我们谈到了中国的通缩困境 内幕交易调查 中国帮助菲律宾阻止网络攻击 泰勒 斯维夫特的意义 亚洲矿产出口国的困境 华为平板电脑的市场情况 拜登绕过超级晚的问题 以及一些国际新闻 在我看来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从中国的通缩困境到内幕交易调查 再到华为的逆势增长 每一个新闻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同时 我们也应该关注国际事务 如中国帮助菲律宾阻止网络攻击 以及加拿大警方的调查工作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观点和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